皮笑人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Kiki 每場上禮拜和上上禮拜的 《欲罷不能》 藍人包特輯會收到大家如此熱烈的歡迎 果然不能小看八卦的威力啊 不過也是拖泰拉福 這兩個禮拜我陸陸續續收到不少觀眾的留言 私訊 跟我分享很多《欲罷不能》的資訊 所以秉持著學習單字的精神 今天要來繼續幫他整理 《欲罷不能》 Drama 藍人包第三集 那在我開始分享之前呢 要先回答幾個觀眾的問題 還有上一集有出錯的地方 首先 Kam&Emily的頻道叫什麼? 對 他們的Youtube頻道有點難找 叫做Kam&Em 有非常多相似的頻道 很多粉絲都沒找到 那我也會再把他們和其他成員的Youtube頻道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有興趣的人可以再到下面找找 那第二點 Keyla的名字發音錯誤 對 感謝網友提醒 Dk的留言我也有看到啦 上一集我一直唸成Keyla 但實際上是Keyla 這一點是我的失誤 我會再多多注意這樣 最後一點 對 她交過女朋友 Fergencia跟Herry在第三次複合之前 她其實有跟英國女行Demi Sims 短暫的在一起四個月 然後還有搬到英國跟女朋友一起住 但後來她們就分手了 不過Fergencia的戀情 其實多到可以自己做成一個懶人包 所以第一集的時候我想說不要再節外生枝 不然很多人會聽不懂就沒有特別介紹 反正她的Youtube頻道都會交代她在跟誰曖昧 又跟誰分手了 然後跟誰的感情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Fergencia的Youtube頻道去看看 那接下來就準備進入正題囉 那這樣子在我開始分享之前 還是要麻煩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很多精彩影片囉 是的 上禮拜的大消息就是 Joy跟Carly在一起了 本次還幫她們取名叫Jarley 其實這段我們還蠻意外的 因為她們一開始在Instagram上的互動 雖然很曖昧 但比較像是在互相撐熱度 而且Carly在各個採訪當中都說她現在單身 包括Chloe的採訪也是 但她和Joy又常常一起出席活動 還互相留言mine husband 之類的話 沒想到就在Joy生日的時候 她們就宣布在一起了 還一起做了首部的情侶刺青 但我覺得網友都很壞 她們一直在下面留言說 這難道是要附上Henry和Francetta的後塵嗎 因為她們當初也做了閃電刺青嗎 不過Carly在她的QA裡 有稍微提到她和Joy的關係 節目結束後 她們其實就在一起了 還有一起過新年 但後來她們覺得交往可能太倉促了 還沒有很認識彼此 又常常吵架 所以中間她們分開了一段時間 一直到最近她們才重新交往 瘋狂的在社群媒體上放閃 根據News Daily Asia的報導 Christina生氣的表示 節目剪掉很多她和Robert的互動 因為劇組不喜歡她們太恩愛 所以用十八鏡的話題來趕走她們 不過在Christina和Robert離開節目後 她們就一起飛往南非度假 並開始正式交往到現在 而且Christina也有控訴 Marvin曾經想要在鏡頭後 拉她到睡覺的房間接吻 但Christina很煩感 所以就拒絕了Marvin 嗯...Marvin我真的不是很喜歡她 因為當大家都在質疑她憑什麼得到冠軍的時候 MarvinPO文說她是 Official Winner 官方任命的冠軍 意思就是為冠軍不容置疑啦 還提到什麼小時候 她常常覺得自己沒有魅力 被同在霸凌 然後預報不能改變她的人生 巴拉巴很激勵人心的話 但是當粉絲問她 妳是否在節目期間有女友 她卻只回應了另一個謠言 我沒有小孩 這都是假消息 再加上這次Christina的控訴 我對Marvin的好感度是直接歸零 那喔對 Christina也有轉發 News Daily Asia的這篇貼文到她的限時動態喔 上禮拜有跟大家提到Carly跟Keyla之間的戰爭嗎? 如果還有不清楚內容的觀眾 可以到右上角先點開資訊卡 補一下上禮拜的影片 在Carly評論Keyla的影片播出之後 很多觀眾都不是很喜歡Carly的態度嗎? 因為Carly已經不止一次提到她不喜歡Keyla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網友的輿論影響來Carly 她前幾天有在一個YouTube節目上提到 她的個性就是這樣 從小就跟男生比較容易相處 因為她講話常常會惹毛女生 那Carly後來也有私訊Keyla 如果造成她不舒服我很抱歉 不過那YouTube節目居然隱藏那支影片了 所以我沒有太多原畫面可以分享 雖然她沒有留部分片段在Answer上啦 總之Carly跟Keyla的Drama大概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也有人問為什麼Keyla跟DG的Hailey突然變這麼好 還常常一起出去玩發現實動態 我看到國外網友說 他們其實在上節目之前就認識彼此 好像是大學參加同一個姐妹會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姐妹會的英文 Sorority 對 我們看八卦學單字嘛 反正他們並不是因為節目關係才變得那麼要好 大家都知道預報不能的看點 就是節目成員不能有親密行為嘛 但不少成員拍Q&A片都有提到 很多粉絲問他們在節目拍攝期間 大部分都在做什麼吃什麼 幾乎每個成員都有提到 他們最喜歡吃飯時間 因為節目主幫他們找了私處料理三餐 每一餐的菜色都不一樣 大多是自助室 有什麼印度料理 日式料理 漢堡日點心盒等等 基本上他們一醒來就會有人做飯給他們吃 聽起來真的好爽啊 然後不管是14天的隔離期 還是在節目拍攝期間 他們都是不能用手機的 從成員一下飛機 節目主就會沒收他們的手機 然後也不能跟家人朋友聯絡 所以他們大部分的時間真的就在 游泳做運動 到海邊玩看Netflix 對他們有無盡的Netflix可以看 不過成員在接送採訪的時候也有說 節目大概只播出了30% 像是Cam在影片裡有提到 他們圍在一起的時候 Lala大概都會說20-30分鐘 但我們看到的只有3分鐘 然後也有不少人問 日報不能到底有沒有劇本 對此成員的回答都蠻妙的 Tapenta說他勾引Cam洗澡那段是有設計過的 但Cam說節目沒有劇本 成員也不會被迫做不想做的事 我覺得Cam說的這就很微妙 而且Tapenta跟Emily的交情很好 照理說有人公以自己的男人 不是都會很生氣 怎麼可能跟他做朋友嗎 但他們還常常一起開直播耶 所以我可能會相信Tapenta說的話 那另外Cylee為Chase心碎那段 確實是真的 她有在那個被刪除的YouTube影片提到 當她看到Tapenta和Chase睡覺那一晚 她傷心的跑去跟工作人員睡 因為她沒辦法和Chase共處一室 所以Cylee在上課的時候 標罵Chase的那段是完全發自內心 波馬也不知道這件事 是我看到觀眾提問我才去查的 就在Cam和Emily發布他們在一起的 Instagram貼文後兩天 Chase在TikTok上發布奇怪的影片 讓很多人都以為Chase和Emily有什麼 對此Camly都很不解這個行為 Cam說他很不爽 為什麼要去製造這種假新聞 所以他就取消追蹤Chase 那這件事情也沒有什麼掛 我覺得單純就是Chase蠻白目的 沒事去拍這種抖音影片幹嘛 我倒是蠻欣賞Cam這種直接表達不滿的方式 有什麼疙瘩也毫不隱瞞 沒錯第一季原來還有掛 第一集我不是有跟大家提到 我以為Hailey和Francissa不當朋友是因為 Francissa又跟Henry附和嗎 那後來看到觀眾留言我才知道 原來Hailey之前有發現時說 Francissa篩檢三次COVID都是陽性 還到處跟朋友出去玩吃飯 根本就是超級傳播者 她不想跟這種會罔顧別人性命的女生做朋友 而且她也PO出Francissa跟她的對話 以及Francissa和朋友出門的證據 更加暗爆料 Francissa平常都會嘲笑別人的長相 或是他們賺了多少錢 除非對Francissa有利 不然她絕對不會鳥別人 除此之外在他們的絕交之後 Henry也在TikTok上發布了一段影片 是Hailey傳給朋友的語音訊息 她說Francissa和Henry交往的時候 才是劈腿的那一方 她從頭到尾都被Francissa騙了 Henry也有在她的頻道上 分享她對這個影片的感想 好吧 對於Henry和Francissa之亂 我可能這輩子都不會知道他們分手的真相 不過Francissa對Hailey的回應是 Hailey說的每個字都是謊言 如果她必須為自己辯護 勢必會傷害到Hailey 過去一年我試著不去跟我的前任計較 但她總是阻礙我找我麻煩 因為他們很喜歡打禮語啦 我也是邊打字典邊翻譯的 所以如果我有任何犯錯的部分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直接糾正我 總之Francissa雖然否認 但也沒有拿出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 不過可能是因為節目關係 美國網友大多都不喜歡Hailey 所以輿論風向大部分都是 她沒事幹嘛突然惹Francissa 只有少數人質疑 Francissa是不是確診了還到處亂跑 說實話 因為節目關係我也沒有很喜歡Hailey 但如果Hailey說的都是事實 因為她有拿出很多證據嘛 那這原因很值得絕交欸 你都已經確診了還到處跑趴跟朋友吃飯 萬一害別人確診甚至過世的話 你要怎麼辦 但是外國人好像沒有很把新冠肺炎當作一回事 你們看最近英國不是全面解封 夜店還大排昌龍嗎 好像都不太在乎COVID 所以我也搞不太懂 為什麼當初的輿論風向是這樣 反正anyway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資訊 Francissa最近交新男友了 他們也常常在社群媒體上放閃 對方是一個TikTok的網紅 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Francissa的Instagram上去看看 好啦 那以上就是日霸木能一二季的成員最新近況整理 他們的私商我真的頗複雜 我也是因為節目熱度才會去追這些有的沒的 不過大家看看就好 上一次有看到一些留言 不是太友善 我已經請戲頭之肉過濾掉了 我可以理解大家看到部分成員 可能會生氣會想要罵他 但我覺得不要罵到什麼黑鬼 或是其他種族歧視的詞彙 這種就是娛樂節目嘛 我會在強調不要太走心 替誰抱不平我都可以理解 但大家仔細想想 其實每個成員下節目之後都是贏家 你看韻巴布人的討論度多高 好幾個人的Instagram追蹤都破百萬了 商機絕對是超過節目獎金啦 有人 道德倫理有問題 我們也不要去搞什麼種族歧視 把自己的格調降低了 那如果大家還有問題或是有任何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所以如果還有新消息的話 我也會補充在置頂留言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 Instagram和Facebook喔 我們下集見囉 掰 跟大家報告 追八卦真的可以練一文 尤其是聽理 他們只要一開直播我就崩潰 因為我一定要螢幕錄影 然後重複聽好幾次我再聽得懂 而且我這次也學到超多國外的網路用語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也分享在這邊給大家參考 也歡迎大家追蹤我的Answer 來看看更多新消息唷